行善造假是有所聞 但接下來這個騙局可真的是騙的規模太大了 這位封面女主角叫做索馬利曼 她是一位柬埔寨人 她自稱自己小時候被迫成為廚祭 後來在一名一生幫助之下逃亡了歐洲 最後她在法國結識了一名先生 從此兩個人決定要拯救這個國家 拯救柬埔寨那些跟她相同悲慘命運的廚祭 於是在1996年 他們成立一個慈善組織 從此進行非常龐大的救援任務 也從此在這個國家成為了一名 人權運動的一位領袖人物 從此這個組織包括在紅燈區 設立特別的音樂 包括援助那些婦女 拯救廚祭 幫她們訓練工作機會的改良 一切一切都讓柬埔寨這個國家社會 似乎有了重生的希望 她自己更是名聲大噪 包括曾經被雪文全世界最有詮釋影響力的女性 2011年 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還特別造訪了她在柬埔寨的慈善組織 2012年她甚至在聯合國大會演說 裡面的故事更是淒慘 她說她自己的女兒都甚至因為有人要報復她 自己的女兒甚至被暴徒強暴來泄恨 主要是警告她不要再做這種慈善工作 但她對她更是佩服 但如今呢 證實她過去20年來的所說 所做 所做的可能是真的 但所說的全部都是一派謊言 沒有一件事是真的 她根本受過良好的高中教育 根本沒有做除去這回事情 她女兒更只是一個淘家跟男朋友私奔而已 整個這一連串的鬧劇 終於迫使索瓦利曼在最近宣布黯然辭職 但是她的組織宣稱 她們所做的已經拯救了至少10萬以上的女性 因此慈善工作還是要繼續要做 國際的捐助她們還要繼續要收 究竟這類的大騙子 究竟她只騙了她自己的故事 她只是為了誇張她的劇情 還是整個的慈善事件都是騙局呢 我們只能驗證這句話 你可以再騙一聊全世界 但不能騙一輩子 如今已經騙了20年夠長了 全世界還在尋找索瓦利曼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答案 看到這樣的心碎告白很少人能不一局同情之淚 她叫索瓦利曼以拯救廚祭為己任 被視為當代人權鬥士 從不會言自己的悲慘遭遇 但真相真是如此嗎 新聞週刊 Newsweek以性奴隱與謊言為標題 提報索瓦利曼的悲慘聲勢根本是一派胡言 我再次生成了一派胡言 沒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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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跟著走 卻被對方賣到妓院 還被迫嫁給一名中國富商 之後又被多次轉賣 被迫在街頭拉客 全世界的人侵犯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 集合的事業 從性侵犯的侵犯 現在是約10億元 以過來人的姿態 站出來幫助其他受難者 脫口秀女王歐普拉 以及紐實專欄作家香氣披露 以她為名的基金會 好萊塢明星爭香力挺 包括美國甜心美格萊恩 我知道為什麼 索瓦利人想要我遇到妓人 形象良好的影后 蘇珊沙蘭燈陪她接受節目專訪 我需要我的父親 我需要愛 我需要我的媽媽 不斷塑造自身悲慘遭遇 轉化為力量的形象 解救成千上百 無性女童 為什麼要這麼做 或許悲慘故事 是最能吸引外界注意的手段 得到更多捐款 只是這個謊扯得未免太大 2007年她榮登CN年度英雄人物 2009年還被選為 《時代雜誌百大影響人物》 求利背書寫推薦文 就連政治人物也被騙 美國第一夫人秘雪兒接見過索馬利曼 前國務卿希拉蕊 西班皇后蘇菲亞都曾造訪她在柬埔寨的庇護站 你好 我是蘇馬利 我的工作是《時代雜誌百大影響人物》 捏造紳士和悲慘遭遇 博取同情 嘗到如此甜頭 索馬利曼一路演下去 就這樣索馬利曼騙了全世界 甚至有一次在聯合國發言扯黃扯過頭 說有八名女孩在柬埔寨軍隊救人行動中被殺害 遭軍方嚴正否認她才承認講錯了 隨著基金會規模越來越大 樹大也招風 索馬利曼捏造紳士的傳言 家鄉逐漸傳了開來 在新聞週刊調查採訪下 她的兒時玩伴 親戚還有村民 揭露了她的真實紳士 他們說她在村民和家裡 她在村民生在村民生活 比較平常的生活 而索馬利曼的暢銷自傳書 《失去純真之路》中 她還拿女兒來扯謊 說因為得罪了人口販子 女兒在14歲那年遭盧走報復以及施虐 但索馬利曼的法籍前夫受訪時澄清 女兒是在14歲那年跟男友私奔離家 醜聞爆發後 索馬利曼匆忙宣布辭職 基金會聲明對此感到難過 但仍感謝她20年的努力付出 謝謝索馬利 我們永遠愛你 或許拯救婦女的工作是真的 基金會也是柬埔寨少數能贏得 國際聲譽的組織 只是公益慈善美好形象背後 造假醜聞讓人差異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事 說謊最後還是得付出代價 既然說為了 我突然沒有說 走太誇張 走太誇張